請你跟我這樣過 他說當歸補血 他想說當歸補血嘛 所以他只吃當歸啊 當歸排骨 他在這段時間吃後 不對啊 他發現他開始吃當歸之後 沒有補血 他反而 當歸是含鐵很高的一個中藥材 但是他有抗凝血的成分 可能二路就會一直排 有些人甚至排到一個月都有可能 常常生裡頭是B群補購 因為驚奇的不舒服 其實哪些東西缺乏 我們都知道 鈣 鎂 還有就是維生素B B群的補充話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它很短效 你不要認為說 我平常有吃B就可以 但是B的消耗包含熬夜 大家一定有經驗 你只要 跟老公吵架 隔天嘴角霸眼 我真的綜藝的火星 跟老公吵架 我以為他們病會流失喔 生理期大暴走 到底踩到什麼地雷 月經禁忌知多少 今天一次告訴你 好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在 生理期當中呢 有些我們在吃的要注意的 有些迷失的問題 幫他整理出來了 對 有些事情可能有的 不能做喔 對啦 米思伊 各位 經期喝一些這個碳酸飲料 會造成鐵質的大量流失嗎 來 全插盤請準備 插插一半 後面三位圈 這麼多圈 三位圈 但插的比較多 對 好不好 那你是一半 我看你後面再來 你應該是沒找到答案吧 不是 還在思考 我覺得不光是生理期 平常就不會去喝碳酸飲料 是這樣子是不是 對 我覺得平常呢 你喝碳酸飲料 對身體反而就是不好的嘛 那你身體期呢 因為身體會有一點小虛弱 你更不能吃 所以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與泥是差 對 我覺得經期是不應該 喝碳酸飲料 是因為它是冰的 那喝熱的可以嗎 就可樂 沒有人喝 沒有人喝飲料吧 你都想要喝汽水 那不好喝啊 對啊 誰要喝熱的汽水 就是要喝冰的 可是是應該不要喝冰的 而不是因為它是碳酸飲料 那如果你照這個邏輯 冰的水 冰的果汁 通通都會影響鈣質囉 都不可以 我覺得是都不可以喝冰的 但是跟...就是 不是碳酸飲料的問題 是冰飲料 冰的問題 對 因為你看碳酸飲料 它喝了之後會讓骨質流失 如果再讓鐵流失 那平常愛喝的人 是不是早就死光了 對啊 當然冰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這裡叫 commer sense 對 我們會問這種commer sense嗎 我們節目有深度 你們 對不對 不然請這位來幹嘛 他來這邊喝茶的嗎 陳醫師 是不是 這個解答是什麼呢 碳酸飲料 本來我只想說不行 就結束了 結果它是有深度 你知道嗎 謝謝 這個部分就原理上來講 有兩個 兩個部分 一個是冰 冰大家知道 養生本來就不考慮 第二個其實碳酸飲料裡面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酸 酸本來就會抑制鐵質的吸收 大家知道酸性的東西 鐵質在胃裡面 如果太酸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氧化成另外一個架素來吸收的 那碳酸飲料裡面也有含有一些 它會跟鐵一起來競爭 所以重點不是流失 其實它是吸收會變很差 第二個你這時候在流血的時候 鐵一下流失太多 於是你會更不舒服 所以其實月經期真的很不適合喝碳酸飲料 那是酸的都不能喝 答案是對的 那是酸的都不能喝嗎 酸的都不能喝嗎 這個酸其實跟大家想像中的酸不太一樣 比如說你檸檬酸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維他命C 其實這時候適當的是還可以 但是並不鼓勵碳酸類 這類化合製成的酸類就比較不適合 那羅伊斯怎麼看 是什麼樣的食物吃的可能會影響到鐵的吸收 其實像鐵的吸收 我們的食物裡面含鐵的那個部分 其實有兩種 一個叫做血基鐵質 一個是非血基鐵質 這種兩種的這種鐵 在我們身體裡面來講 它的吸收比率來講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講說像血基鐵質 它是在食物裡面 它其實在小腸裡面 它是很容易被吸收的 它不會因為你吃什麼食物 去影響說這個鐵的吸收 那那種非血基的鐵質 它是會受到一些食物的影響 大概有幾種 一個就是像植物裡面含的一些 脂酸或是多酸類的這些食物 所以像是 咖啡 茶這一類的食物 其實如果你在驚奇的時候你吃的話 其實就會影響到你的鐵質吸收 真的假的 真的咖啡也不能喝 所以不能喝咖啡 熱茶 不是碳酸飲料 是咖啡也不能喝 咖啡也不能喝 所以這兩種的話 其實應該是說 一杯都不行 跟你的 吃飯要間隔時間 要間隔時間 因為你在 是你吃飯的時候 這些鐵不能被吸收嘛 所以你喝咖啡跟茶 你就是飯前跟飯後 大概兩個小時 是不要吃這一些還是可以的 所以適量的喝還是OK的啦 對 適量的 不然我們好可憐喔 又有月經 然後又不能喝飲料 然後又不能喝咖啡 是不是 好不好 素卿 怎麼樣的錯誤習慣 可能讓鐵質也更會缺乏一些 像剛才的情況是說 你可能吃的一些東西 會跟你的鐵質結合 或者影響你鐵質的吸收 就是表示說 你進來的部分會變少 所以你可能不能吃碳酸飲料 不能喝咖啡 不能喝茶 甚至巧克力也不行 巧克力有草酸 它也可能結合 所以那些東西 這樣子你真的 星期過得太慘 但除了這之外 你還要過得更慘是說 除了你吸收可能變少之外 你還可能如果流失變多 是不是表示你的鐵 也會相對不足 像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本來其實就有肌瘤的問題 所以她其實每次來的血量 都蠻大的 那很大的時候 她就聽人家說說 當歸補血 她想說當歸補血嘛 所以她是當歸 當歸排骨 她在這段時間吃 她說不對啊 她發現她開始吃當歸之後 沒有補血 她反而流得更多 怎麼這樣 那個時候她想說 她後來去看醫生醫生說 你本來就已經有 在貧血的邊緣了 那你這是因為流失實在太多了 所以非常嚴重 已經到這種血色素 已經太低了 然後她說 可是中醫師不是說 當歸補血嗎 她說當歸補的血呢 你要在那個 月經期之後來補 你如果在經期當中啊 有些人它會行血更嚴重 所以它會更大量的奔流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雖然你進來的鐵沒有少 可是因為你出去的血太多了 所以它一樣造成嚴重的 缺鐵性的脾血 因為其實當歸是含鐵很高的 一個中藥材 但是它有抗凝血的成分 所以我們會講說 你月經來的時候 如果喝這些補的 甚至有女生啊 如果坐月子的時候 一直喝這些 那可能二路就會一直排 有些人甚至排到一個月 都有可能 這麼久 因為它一直在喝那些 抗凝血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 反而應該要喝些什麼 吃些什麼 才能避免這個鐵的部分的流失呢 其實像食物上面來講啊 我們講說 剛剛有講說 可以多吃一些 就是含有維生素C的這個食物 它是可以適量的 幫助我們的鐵質的吸收 那鐵質吸收來講 那這些維生素C的食物 當然很多其實維生素C 含量高的食物 在我們中醫看起來 它其實是 就是柑橘類的 或是像是那種檸檬啊 這種剛剛講檸檬酸這一類的 所以我會建議說 在調味上面上面使用 就是不要喝什麼檸檬水 你可能就是煮魚的時候 加一點檸檬在裡面 那要只量夠嗎 量也夠 然後是柑橘類的盡量 柑橘也可以 或是其他比較平性的 像是李子啊這一類的 或是花椰菜啊這一類的 或是我們講說 一些像餡菜啊這一類的 就是 就是從食物裡面去 稍微攝取一些維生素C 這個部分 好 所以提醒大家 驚奇的時候 不要喝碳酸料 咖啡茶之類的 對 來 迷思2 好 驚奇吃下午茶的甜點 會加劇驚痛的產生嗎 驚奇難道不能幫你貴婦嗎 對啊 這都是你們男人的 惡作品 對啊 被寫的 是 是 是 不要忘記 我們照我們自己的感覺 對 但你們先不要激動吧 先看看你們圈叉怎麼樣嘛 對 好不好 而且你不見得答錯啊 是 來 圈叉 請選擇 圈叉她 你回頭看一下 你回頭看一下 只有你選 我覺得驚奇是甜得很開心啊 對不對 我很開心啊 真的嗎 我心情會更好啊 你會吃什麼 我雖然不痛 但我想要吃茶 所以妳會打叉 應該是茶 啊 啊 啊啊啊 是不是 你們怎麼會亂 我懂了 因為驚奇吃下午茶甜點 它會導致頭腦不清楚 是嗎 是不是 後來說是過多了大概是這樣 我看看現在可以再糾正一下 是 睡茶 對 全都是茶 所以你們吃下來 都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不會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會有一個經驗 如果你今天來第一天和第二天 沒有人約你 你也沒有力氣去哪裡 你在家裡一整天 你一定會覺得又冷 手腳又冰涼 肚子又痛 我好可憐 沒有人關心我 天啊 好慘喔 只要有一通電話說 要不要去下午茶 你馬上精神就好了 就開始打扮著漂亮 出去吃下午茶 然後非常開心的回家 然後一點不舒服都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不舒服的症狀 有一通電話是約你下午茶 跟阿健老師打電話給你 慰問你哪一個比較有效 下午茶 大家說 是不是 一致通過 對 但是這個答案到底是對還不對 對啊 我們還是要請專家來解答 陳醫師要審慎的回答 陳醫師 的確這一題是我的小計謀 我是故意要 但是 我覺得大家都是明知三有虎 那我尊重大家 的確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你們 這個 在月經期的時候 的確會有喜歡吃糖分 因為你身體血在流失 你一定會自然而然 會攝取一點熱食跟卡路里的東西 可是我為什麼特別挑下午茶 其實我算很客氣 因為下午茶多數會吸引你去吃的 絕對是 對 是精緻的 很粗糙的 這個糙米飯 你會去吃那個嗎 你會去 哪一家飯店在下午茶 糙米飯 地瓜 你這家生意一定很差 很生氣 起碼那個八寶飯嘛 對 所以 健康永遠是最痛苦的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西醫的所有研究 其實現在對於營養素 跟月經期的不舒服跟痛經 有很多的研究 其實哪些東西缺乏 我們都知道 鈣 鎂 還有就是維生素B 像在印度或某些比較貧窮地方 它的飲食攝取真的不夠的人 B群不夠的人 其實它真的 痛經會嚴重 只要補一點點B就可以 可是你們會覺得 我去喝那個很多維生素B 你們湊有精緻的糖類裡面 它會消耗掉大量回他們B B群的補充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它很短效 你不要認為說 我平常有吃B就可以 但是B的消耗包含熬夜 你今天睡不好 突然大量的血液流失 甚至於你其他的飲食偏差 它都會消耗得非常的快 大家一定有經驗 你只要熬夜生氣不舒服 跟老公吵架 隔天嘴角發炎 俗稱的綜藝的火星 跟老公吵架 為他們病會流失 會 因為你生氣的時候會 大家也睡不好啊 對啊 是不是因為睡不好的關係 可是醫生吃巧克力 真的感覺會比較不痛啊 所以不會嗎 巧克力的答案 其實在我們西醫的答案 是沒答案啦 我沒答案 自己開心就好了 沒有什麼好 其實他的科技就是沒有證據 對 沒有證據說他 你可能覺得舒服啦 對不對 人都是這樣 都把功歸於自己的努力 然後錯都是別人不好 比如說你吃巧克力 每次有效 這次不效你就怪那個巧克力 可能是黑心登場 對 其實在我們的大多研究 幫助有限 但是會讓你心情愉快 其實對 一家心情好 做什麼事都是美的 都好 所以這樣說起來 這個答案就是差啦 它不會加劇 我們都答對了 但是我覺得講半天還是一樣 你們都失去你的心 沒有什麼樣子 沒有啦 應該這個答案是對啦 對啦 這是圈啦 對... 這是圈他們全場答錯 不重要 真的會加劇精透 它會加劇精透 因為它是精緻的糖啦 對... 但是你這時候心情會比較好 所以你的疼痛好像感覺比較好 對... 那另外還有哪些食物吃的 可能也會加劇精透呢 其實像大家都知道吃冰的東西 冰冷的東西很多人都有經驗 有些甚至在月經來之前吃冰 它那個月就特別痛寫快多 對... 我們中醫講說子宮寒 那像有時候我會問病人說 那你有沒有吃到什麼冰冷的寒性 他就說沒有啊我沒有吃冰 可是我們講說除了冰之外 所謂含性的食物 就是大部分像瓜類的 因為但是很多瓜都其實煮熟了 所以是生的像西瓜 這種香瓜這一類的 那有些人比較不知道 像奇異果 因為大家都覺得 奇異果是很好的食物 你先每天一顆 對... 有時候要吃久了之後 其實像月經痛這種情況也增加 或是火龍果 因為火龍果這種 所謂含的就對了 對 然後像番茄 番茄也是 像我之前就有一次很慘痛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長期來講 以前吃過中藥之後就不痛筋了 就有一次剛好就是買了那個番茄啊 就想說已經快要過 就是時間差不多快要壞了 然後想說那趕快來吃一吃 然後就在月經前 因為還不知道 就沒有想到說隔天會來 結果就吃了番茄 結果那次都非常的痛 然後所以像這種含性的 最好就不要生吃 就是還是要把它煮熟了之後 它的那個含性會比較減輕 然後再來話像酒類 酒類的話其實是看體質 有些人的話它其實 比較如果是那種燥熱的體質 因為酒它是溫性的 它是活血 行血的 對於像含性體質的女生 像有些人喝了之後 會覺得有那個月經 有舒緩的情況 但是對於燥熱體質的人 反而有些人喝了之後 它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所以這個還是因人而異 那當然月經來的時候 一些條理還是要看個人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只要精血多 痛筋的比例就會增加很多 所以精血少一點不是壞事 對 精血少一點不是壞事 對 精血少一點 我以為妳有多一點比較淡靜 不是嗎 好像感覺快沒了 對 他們有時候精血少 會擔心自己的經血 而且這也不是自己 可以控制的吧 或是水龍頭 我先說精血少好了 我覺得女生有些 心理因素很好玩 我曾經在一次的門診 第一個進來說 陳醫師我最近月經比較多 我是不是快更年期 下一個病人進來說 陳醫師我最近月經比較少 我是不是快更年期 第三個進來說 陳醫師我月經怎麼還是一樣多 還是跟以前一樣 我應該快更年期了 怎麼還是一樣多 所以我說其實這都是 自我認定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西醫來講 其實我知道女生會有個誤會 我以前精血應該這麼多 但是最近怎麼變少 她有一個誤會 第一個當然 她就擔心自己更年期老了 其實多數不是 第二個 她會擔心是血沒有排乾淨 激在裡面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是 經血真的塞在裡面 通常很痛 妳會來掛急診 那其實只是製造量變少了 所以倒是不用太擔心 製造量變少 在我們西醫來看的話 除非妳有一些想懷孕不孕症的問題 要不然我們其實可以尊重它 不用太多 因為真的衛生棉 其實它的碳子數還蠻高的 其實少用一點是好事 好 那素卿 有沒有這種吃甜食 導致驚痛加劇的案例 沒有驚痛 因為從上述 這一群人在他們舉牌 我們就知道他們不怕驚痛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他們心情愉悅 但是另外一件事 他們就會怕 之前有一個皮膚科醫生 他就說他接到一個患者 那患者來找他 他就說他每次驚奇期間 痘子就會長得非常的嚴重 然後他就說這就一般的 有時候就是月經週期的類似這樣 他說 可是開始 比如說跟他說要怎麼處理 什麼這樣 他覺得說好像一直都沒好 每次這個月經來 那個長得就很嚴重這樣 然後他跟他說 你會吃油炸的食物嗎 他說不 我不喜歡吃油炸的食物 他說那你會熬夜熬得很兇嗎 他說不會 他想說奇怪 感覺應該都還好 後來發現他是 他就聽信人家說 月經的時候就是要吃甜食 吃巧克力 可以讓整個月經情緒又好 又舒暢幹什麼 他又恰巧是不會驚痛那種人 但是他就是只要月經期間 他就覺得我就是吃甜食 吃巧克力吃什麼很多 後來醫生跟他說 你這幾次 其實這一次跟下一次的月經來 你就不要吃這些甜食 精緻的甜食不要吃 巧克力也不要吃 就是那種精緻糖類 你都不要吃 那我們來試試看 你的這種月經週期的 豆子會不會好一些 他說真的不騙你 兩個月之後 他不吃這些東西 他豆子就非常非常的少很多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因為精緻糖類 其實他們皮膚科醫學會程 去研究過 以前有人說什麼 有人吃牛奶會長豆 吃花生會長豆 吃巧克力會長豆 都沒有真正的科學證據 可是他們有一個 那個評論就發現 吃精緻糖真的容易長豆 他說因為他會讓發炎更嚴重 你可能本來是一個小爛豆 小小的豆子 但是如果你吃這些精緻糖 他就很容易發展成大爛豆 應該說他本來可能已經潛藏了 要出來了 但是這個發炎使他更嚴重 所以他每次來都非常嚴重的爛豆 其實像我們看 那個痛經這個部分 主要其實還是要先看 是原發性的 還是激發性的 所以原發就是 去陳醫師那裡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找啊 什麼檢查都做了 你也沒有什麼肌瘤 那些問題 但是你就是會痛 像這種就是你 就是它是沒有器官病變的 那就是我們中醫條理 那如果是激發性 就是可以找到一些原因的 那可能就要針對原因 去做治療 那我們中醫在看 這種原發性的一個痛經 就是說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 氣血虛 氣血虛這種人的話 其實就是 通常月經來 他可能顏色是比較淡 那種痛不會太厲害 就是悶悶長長痛的 那這種話就會建議 就是在月經結束之後 喝一些那種 調血補氣的一些中藥材 大家比較熟知的 對 像似物是補血的 然後可能加一些黃旗 檔森這類 或是看你的體質 佳人森 夕陽森這些 它其實像很多人可能就覺得 我好像月經後喝一點什麼 似物飲它就改善了 那有一種的話是屬於那種 寒凝的 就是子宮比較寒的 像這種人的話 你在月經來的時候 就比較適合喝一些那種 薑茶類的 那很多人會黑糖薑茶之類的 這種的話是加一些那種 肉桂的那種茶飲來講 它是幫助子宮比較暖的 也可以幫助排泄 那有一種是痛得很厲害 然後又血塊很多 然後月經顏色很黑的這種人 這種人我們中藝講說是 像這種的變化 我們就比較建議說 你可能真的必須要去找醫師做調理 因為我們中藝來講 用一些活血的藥 這種劑量如果拿捏不準 就會大血崩 所以還是必須要去找醫師做處理 好 來 接下來妮食三 驚奇吃過鹹的食物 會導致另類的頭痛 所謂的筋痛 就是頭會痛 會有時候肌膚會病發這樣子 會啊 會是不是 那陳醫師幫我們先解釋一下 另類的精通好不好 所謂另類就是非典型 非典大家都聽過了 我們所謂的正統的痛 就是包含總引起的 包含像胸部的髒痛 下腹的髒痛 甚至下肢的種種髒痛 但是有的人 他是因為血管放鬆引起的 這種很容易在頭痛鼻塞 甚至大家如果有人 周其慶的耳鳴 或者是梅尼斯症都會發作 這種就是屬於另類型的 了解了 所以這樣子的另類型頭 有可能是 驚奇吃過鹹的食物導致的嗎 圈叉 請選擇 圈一圈 後面兩位叉 我覺得或許會耶 或許會 會 我自己本身是不會啦 因為我想像的啦 對啦 我在想像啦 你正常人想 可能會這樣子 可能會 對... 好 來 請題 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覺得好像吃太鹹 就會讓身體什麼離子不平衡之類的 那個太專業我講不出來 反正就是不平衡 但是呢 因為驚奇的時候 我們都很容易腫 你看到我們的前幾天 月經前幾天 和剛來月經那幾天 我們的腿都很腫 然後就覺得身體都水腫 那代謝本來就很慢 那你又吃很鹹 我覺得就會引起其他地方的痛 對 從答案很明顯的時候 他們很愛吃甜的 不愛吃鹹的 因為鹹的不好 鹹的不重要 對 所以他們的鹹的答案 都是用脫毛的 對啊 可是因為我平常還滿容易驚痛 我的第一天跟第二天都特別痛 可是平常沒有吃過鹹的食物的時候 就是只是 可是有一次我印象深刻是 我記得我不知道我隔天要月經來 然後我就吃了麻辣鍋 然後又是那種 重鹹 然後另外一鍋又是 好像它是講那種雞湯燉的那種 很重的那種鍋 然後我吃完之後我隔天非常痛 除了下腹痛之外 我以前水腫的狀況沒有像壓了之後 彈不回來 我隔天是壓了之後彈不回來之外 我還有一點 呼吸急促跟頭痛胸悶 天啊 應該不是就是 可能那個來說 對啊 我猜說可能我那個來比較虛弱 然後加上前一天吃的 變成代謝不掉還什麼 整個悶住 我整個人就是脹脹然後頭痛 我平常的痛是可以盡量忍到不吃止痛藥 可是我那一次就是要吃止痛藥 才能夠壓住 對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時候蠻嚴重 所以那次水腫很嚴重 一壓下去到下次月經來她才回來 那太快到了 太久了 真的要看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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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嚴重了 好幽默喔 六子媽 對 就是我經期來的時候 我也是水腫得很明顯這樣子 尤其我的臉部明顯到每個人都說 我是不是發福了 然後讓我就覺得很尷尬 有差到這麼多喔 真的很差 他臉很小很瘦耶 對啊 可是有一次啊 我就是經期來的時候 我特別想吃就是 大腸到小腸 然後為了想要這樣看的 那個也鹹啊 對 為了降低那個油膩感 我就特別跟那個老闆講說 我要加上滿滿的酸彩 真的耶 而且好吃 結果我吃完之後 我的臉變成一個大肉包 真的假的 幼稚媽變成橘臉喔 對 然後眼睛就變了 然後頭痛得要命 然後就整個身體都很不舒服 真的啊 對 這影響這麼大啊 對 那到底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陳醫師 當然是會 會 對 補充一下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腎上腺有分三個成分 其中一個就是管理子的 真的有管理子喔 是 我講的那一份 好可愛 那這個東西如果影響到這個 全庫存的影響的時候 它排鈉 就是排鹽分的功力會變差 大家不要小看鹽分 鹽分排不出去 水就會腫在身體裡面 剛剛幼稚媽其實也是一樣 又再度證實了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 lost your heart 它其實是流失了一些血 所以它會找鹹的 因為你身體缺鹽 但是你補過頭了 所以像這類的東西 比較好玩的就是說 當你鹹 鹽分在體內過多的時候 有兩個因素在了 它會影響到血管的收縮 所以血管會脹 血管脹就很多東西 都種種脹脹的 水腫格外的嚴重 除了脹以外 在頭皮下面 你就會頭皮脹痛 可是這種痛還會加強 其實這會影響到 我們叫一個C-fiber 就是一個膝纖維 在我們痛絕的傳達裡面 那個C-fiber 就是膝纖維 其實很像一個入口網站 當你鹹分過高的時候 這種入口網站它會被擴大 所以一點點脹痛 它會被放大 第二個 當鹽分高的時候 我們身體傳達痛 有一些物質叫P物質 這個P就是英文Pen的縮寫 所以它負責傳達痛的時候 也會被放大 像看入口網站突然變大 傳達物質流量也變大 你整個疼痛是會被放大的 所以剛剛提到的 雖然在精緻物質 精緻的糖類的攝取多的時候 痛經會嚴重 但是跟鹽分比起來 鹽分恐嚇更嚴重 因為它的疼痛的幅度會加大 而且它會影響到血管 在台灣比較多的 其實是像艾亞這種 就是我們女生很怪 在那個時間點 她很愛吃鹹的再這樣熱的 所以鍋霧湯 那段時間就覺得要溫暖自己 然後整個子宮會暖起來 所以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呢 她就是只要在月薪期間 她就會很習慣說 我要來去吃個鍋 然後那次剛好挑的 可能是口味比較重的鍋 吃完之後她就跟醫生說 她那次的筋痛 不只是放大痛 她說很奇怪是她的 多了一個症狀 以前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那個 腰痠跟腿痠痠到一個沒 她說痠到一個 就好像前天好像跳那種 氣吞這樣 好像叫我蹲跳 不知道跳幾百下那種痠 然後她真的痠到 快站不起來 後來醫生就跟她說 有沒有可能 她就說她去吃過 醫生說有可能吃太鹹的時候 她說其實痠這種感覺 有時候是因為 你有水腫或幹嘛 去壓迫到那相關的那些感覺 所以她說 有可能是因為你吃太鹹 所以導致你這一次 不僅痛得要死 而且她說真的痠到沒力 結果她第二次 她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吃太鹹 她說後來沒有再出現過 這種嚴重痠到那種很離譜的 站不起來的感覺 那個也是依照個人體質 才會出現的狀況 好像她有時候 有些人其實吃鹹 也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有些人吃鹹 就是非常明顯 就像我一個朋友 他只要吃到胃筋 他是整個腿腫起來 對 他說非常明顯 這樣還滿好的 對 滿好的 你腫腫看 就是只要一吃到 這個不行這樣 不要 你交這個朋友 就好 對 可以介紹給我認識 那如果真的生理期 容易頭痛的話 那以中醫來看 平常是可以怎麼樣調理呢 其實像我們常常在看到這種 就是那種 另類的這種頭痛 很多人他其實 除了水腫之外 他甚至會有一些 那種痛得很厲害 會想嘔吐啊 這一類的 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看到這種人 他其實他真的有 很大一個比例 他都有 金錢水腫 而且很嚴重 可能會胖個一兩公斤 這樣子的問題 那像這種情況中醫講說 是跟皮 因為水腫嘛 是跟皮跟腎這個部分有關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痛到非常不舒服的話 當然是舊醫 不管是中醫或是西醫 那如果自己調理的話 就是要做一些 健脾去濕 等於說是要把你身體 多餘的這些水分給排除 那像是我們常常 外面如果買得到 像四神這一類 就是很好的一個健脾去濕 或者說有些人會用藝人 但是月經期 我們建議是 會用紅豆藝人這一類的 那像這種 比較顴骨類的話 其實它在B群上面的補充 也是很充足的 在月經期的話 其實還蠻適合去做一些 這樣子的一些食物的調養 好 那接下來 迷思四 驚奇的時候應該要躺著休息 不要動嗎 會不會它比較順 比較舒服 對 比較舒服 好難吧 好 躺著不要動 圈叉 請選擇 好 要躺一半 因為它根本沒經驗 我沒經驗 我只能說 這也是因個人的體質而已 對不對 那基本上我自己是 一般女人喔 都是第二天會稍微多一點 對 那我平常有運動的習慣 我會特別第二天呢 我就盡量少去跑步 頂多走路 慢走 散步 然後不要去做劇烈的運動 運動也會讓它 躺著都要不至於 因為不是有生育師 有運在身 我覺得還不至於啦 因為躺著也躺得很不舒服 真的嗎 對 我是以個人的立場來講 好 OK OK 好 來 芸妮 叉 還是要做適當的運動 因為我是平時都愛練瑜伽 但是我在經期的時候 我會做一些伸展運動 就是有一些核心的練習 或者是一些劇烈的 就是跳動 或者是那樣的練習不要做 但是做一些伸展 因為你想那個本來就是 你該排掉的鞋 你還是要把它排掉 如果你一直躺著 它那個位置不對嘛 它沒有辦法垂直的 讓它流掉 那也是不對的 那你也可以把床立起來躺啊 那你站著就好啦 我站著 說得也是喔 而且適當地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讓你的身體比較暖 然後血液循環比較順暢 那髒的血也比較容易排掉 髒東西 對 我聽兩位姊姊都有在動 可是我沒動耶 沒有動 懶得動 不是 因為我第一天第二天會很痛 然後我覺得那個來說特別累 如果那兩天可以不用工作的話 我基本上就是讓自己一直睡耶 就是 睡一睡是不是自然就好了 對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平時如果睡太多啊 因為以前我很會睡 可是現在年紀稍稍大一點 怎麼沒有辦法睡太久 對 大家來調排去 等一下 我先講完 就我睡久了會頭痛 可是我那個來的時候 那兩天 怎麼睡都不會痛 要噓嘛 對 怎麼睡都不會痛 我就覺得那如果可以噓 好好把握 對 好好把握就睡得夠啊 陳醫師 到底是不是驚奇的時候 盡量躺著不要動 休息一下 我先講一下月經 大家對月經 那天 止血其實是 就像愛恨一線間 過猶不及啊 對 這個該流血的時候要流血 該止血的時候要止血 可是人的身體怎麼拿捏 這是很複雜的機制 對 那在這幾年 所有婦產科界跟荷爾蒙有相關 討論最多的就是 尤其是在靜脈酸塞 我用一下簡單的圖給大家看一下 靜脈從下面打上來的時候 上來以後 這好像蓋子要稍微關一下 才不會一段一段上去 才不會一下子 要不然心臟要打那麼遠的血 是打不動的 但是在這個開關之際 如果停了太久 血容易塞住 血容易塞住 什麼時候容易塞住 或什麼樣的容易塞住 其實在懷孕末期的人 跟生完小孩以後的人 是最容易塞住 還有在月經期比較特別 月經大家有想過 他可能夠讓他流血 他其實要讓他凝血的功能差一點 也就是比較容易出血 可是他又要讓他止住血 所以某個程度 他身體又要讓他 止血的功能要多一點點 所以像這種情形 你如果躺久了 我剛剛提到了 生產懷孕這是一種 第二個 比較胖的人 年齡大的人 躺著不動的人 還有一個35歲以上 抽菸的人 這幾個都是比較高危險群 會血液酸塞的人 所以如果你剛好經期又不太動 可是你剛好如果又超過35歲以上 有抽菸病死 其實我是不太鼓勵 一整天躺在不動 那其實在靜脈酸塞 最常見兩個地方 一個是深層靜脈 大家聽到酸塞 馬上就想到是不是像中風 其實不是 年輕女生的酸塞通常不像中風 它比較像是血管塞在深層的靜脈 尤其是大腿的地方 所以常常莫名其妙 腳好痛 然後有點腫 過一陣子好了 就是因為小血管塞住了 但是後來有痛 因為身體自然會把它打通 可是有個地方不容易通 就是肺 我們在之前有一些荷爾蒙的研究 其實後來都產生致死的原因 都是因為這些小的酸塞 跑到肺塞住了 所以突然胸痛 而且到肺的時候 它肺是一個很細的過濾網 它那個地方塞住 後來很容易全部都塞住 就突然掛掉 所以為什麼在這幾年 我們婦產科界會鼓勵大家 尤其在年輕婦女 如果有使用荷爾蒙類的製劑 如果剛好又有抽菸 又常常熬夜不動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危險因素 所以我為什麼這一題 我特別提醒製作單位 提醒大家 休息可以 但是不要一直躺著不動 那酸塞會容易發生在子宮的部分嗎 如果驚起來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 因為這種酸塞 通常是靜脈比較容易酸塞 而且它是血液囤積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在下腔靜脈比較容易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肺 但是肺的酸塞其實是下腔靜脈的血塊 就跑到那邊去的 不是直接發生在肺的 素欣有過相關的案例的報導嗎 其實它是一個就是女生 然後上班族女性 然後因為壓力非常大 她們做廣告創意的 所以其實通常就是因為 還是有點抽菸的習慣 那因為又是非常獨立的女性 所以她其實一直持續有在用病院藥 因為她覺得女生要自己保護自己 所以她其實一直持續有在用 結果那一次就是發生在 後來那一次她驚奇 也不是驚奇 她其實幾乎每天都一樣 因為她每天都工作 工作到很晚 那因為她有時候 一創一想坐在那邊 就會忘記動 就一直坐 一直坐 一直坐 然後後來坐了 坐了一陣子她就說 她覺得不是很舒服 就覺得好像有點呼吸 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覺得喘 然後趕快去送醫 才發現就是說 她就是剛才醫生說的 其實她有肺酸塞 她那時候發生 不是坐的時候發生 是她站起來決定要去什麼 上廁所 她開始移動的時候 然後走沒多久 還發現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後來醫生才說 她被酸塞 然後她懷疑說 第一個因為她又年紀也差不多 然後她又喝酒 重點她可能長期都有在用避孕藥 然後沒有跟醫生討論說 我抽這麼胸肉都不動這樣子 那所以陳醫師你說 在如果大腿的深層的靜脈 她如果曾經酸塞過 但她會慢慢地去說消失還是什麼 還是她總會移到肺部嗎 對 問得很好 其實因為我們的血管是非常多網路的 所以一個地方塞住 會往別的地方去流通 那一段時間我們血管塞住 其實我們血栓會溶解 會身體再釋放一點東西 把它溶解掉 可是你如果突然短期大量產生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辦法 把這些血栓消耗掉 所以我想後來那個應該有活 其實它只是血栓塞到某一個地方 身體還是啟動一些機制 會把它溶解掉 我有聽過一個案例 是我以前在大陸時候聽過的 說有一個小女孩 她就去拔牙 那個牙齒拔掉之後 她就突然雪崩 然後醫生就搞不清楚 為什麼拔個牙會雪崩 後來經過檢查才知道 她那個時候是生理期月經來 所以後來那篇報導 最後的那個總結就是 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 不要去拔牙 再衍生下去 就變成生理期不能刷牙 那也會解了不起 我要先說一個概念 其實所有疾病該治療就要治療 在生理期最會遇到的刀 其實是我們婦產科 我們如果真的它大出血 我即使生理期或大出血時間 我該開刀該治療 一定還是治療 所以大家倒是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那個case應該是 它剛好拔牙 也許止血沒有止得很好 所以衍生出來 但是我要先提 其實月經來的時候 的確比較容易流血 這是事實 因為我剛才提到 你要讓這些血不要馬上的止血 身體要釋放一些東西 讓它血液容易流出來 所以身體本來就比較容易 但是它是會有辦法止血 不會說拔一顆牙就流血 狂噴出血到死 這不太好 我們電影的畫面 狂噴是重的內傷 沒關係啦 但是經期的時候 不要都躺著不要動 適當的運動 動態的跟靜態的 像瑜伽 跑步 走路 伸展 哪一種適合 都適合耶 都OK 沒有限制 因為我要先講 最重要的是酒座 是不好 酒座我個人的評價 它跟酒駕是差不多一樣的 好 酒座會醉的 這個最近有太多研究 其實你一天酒座 超過八個小時以上 其實它的風險 比抽菸導致肺癌風險還要高 所以其實我的病人 我都會跟他講 其實像為什麼我們上課 是五十分鐘要起來動一動 其實你只要有動一動 不要連續的不動 可是現在因為尤其大家網路 還有大家很容易就坐在那邊 就不太動 其實是滿危險的 那因為年輕肌肉彈性好 你的血管流動還好 年紀大一點 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很多宅男在網咖 或者是工作突然暴避 暴避 就是這個引起的 是喔 所以只要有動都是好事 好的 來 接下來迷思五 驚奇按摩 腰腹部導致經血過多 而且驚奇會延長嗎 有沒有可能 驚奇的時候不舒服 按摩 按摩一下 還滿常聽到的 但沒想到經血會過多 而且還會延長驚奇嗎 對啊 好來 圈叉 請選擇 插插圈 圈比較少 圈少了一點 那圈先來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 那個生理期的時候重感冒 就是我很容易 在生理期的時候生病 不知道可能是抵抗力太差虛弱 然後那時候那次我 因為隔天那幾天都要工作 然後又要唱歌要表演這樣 很不舒服我就去推一個 那個按摩的推拿師 他是每次幫我按 我都會立刻神情起床這樣 所以我就去找他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是不是因為要脫衣服 他說你生理期喔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可是那你這樣可能會 稍微亮大一點喔 我想說沒關係 至少按了通了之後 舒服很多這樣 可是我按完之後的隔天 我真的是亮多到 可能 那很誇張耶 這麼誇張 真的是 而且是用很大片的那種 然後就要換很多片 然後我平常那個的期限 大概是五天左右 後面就是一點點 可以用護墊取代的 對 我那次的長度 大概有八天 天啊 那你們就唱歌的時候 唱到不好意思 各位請動一下 對 所以我那時候表演的時候 20分鐘耶 對喔 是感冒好了鼻子通了 可是我整個人很虛 就講不太出話 那個聲音就是講話就是這樣 都是氣聲 因為缺血了 對 整個排的 我就想說這樣 可是我後來有想 我想說會不會 我本來就應該排這麼多 每次都悶住了 所以他幫我抽了之後 很難感謝他 太多了 合理話 對 我就想說會不會 這樣子我會 過完八天之後 我就健康很多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但就只有那一次那麼長 對 就那一次特別嚴重 好 那芸妮咧 我覺得真的 我跟艾亞的年紀和我 有生過小孩 沒生過小孩 有差 我也是有的時候 會腳會腫 所以那個驚奇 會給人家按一下腳 當然會比較順 然後量會比較大 可是沒有到延長 就是他其實量比較大的時候 我還滿開心的 總的話有一點 對 這是你剛剛說的遺失對不對 對啊 遺失 多一點就好了 對 可是沒有大到那種 讓我回到那種非常青春 那種感覺 真的青春會比較多嗎 我覺得是 我生完小孩也很好 我納悶 剛剛陳醫師有講 那叫迷思 可是他講得很真耶 生完小孩之後 那個量真的就是 比生小孩前要少很多 所以就是適當地壓一下 那個量多是可以接受 可是沒有到說很多 然後什麼驚奇延長 沒有到這麼好 所以你現在要去問他 那一位按摩師是在那 是不是 就沒昏述那一種 對 生完小孩量都會變少一點 是我啦 我會 也沒有吧 你們不要再這樣了 那只要一半一半 對啊 會因人而來 不一定啦 好 那可能真的年紀到 可是我真的有聽過按摩 驚奇的時候好像不太適合 其實我們不建議在驚奇的時候 去做按摩 那有時候會想 假如說按摩手法太強 尤其月經來的時候 你強力地按腹部 或是很大力地按腰部 其實都會影響到 月經出血量增加 力度的問題 對 那是跟強度有關係 像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病患 他們就是 也不見得是按摩 以前有那種很流行 那個氣血肌循環 就是站著的 然後有一個腰帶 在那種 對 那種氣血肌 然後那個病人 他自己本身有肌瘤的問題 然後就想說 他要震一下讓他比較順 就沒想到震了之後 他也就跟艾亞一樣 就大出血就是血崩 然後我們講說 像你這種兩個小時 就要換衛生命 這種血量都太大 20分鐘 一般講兩個小時 就算量大 你20分鐘那就是算血崩 所以是很危險 而且還八天耶 對 所以像這種的話 其實你本身 你真的很不環保耶 怎麼辦 要一天用久一點嗎 對 因為這樣大血崩 其實血崩完的人 都會很虛啦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因為你的不清楚 你體質的狀況 當然你月經來的時候 稍微做一點輕度的 像腳障啊這個部分 輕度的去按摩 它是會舒緩你不舒服的 但是不要過大的力量 而且集中在腹部 尤其像有些人 去給他推那個瘦身的那種 油壓推子很大力 那種其實很不舒服 有請他按腰 就是當時 因為你就會覺得 那個癌腰痠 然後你就從頸部 因為那個頭脹感冒不舒服 就從頸部往下推 然後腰加強 所以於是就會降血崩 所以好像聽起來這個按摩 跟驚奇那個相關性 不是只有按肚子腹部這一帶 其他很多地方也會牽連到 有 之前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去做 他是做腳底按摩 然後他說呢 他那一次是月經前 就快要來的時候 反正大家約好去他就去 他說結果發現有兩個副作用 一個副作用是那天 腳底按摩特別痛 對 他說我真的比平常按摩痛得要命 但是後來兩件事情發生了 一件事情是 他一直有便秘的血 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第二天就 通常之外第二天月經來了 他說也是跟艾亞一樣 就是量非常的大 就是比他以往大非常多 然後他想說完蛋 完蛋 我要血崩 我大腸通順之後 我的脂肪也太痛了 對啊 不過他說他真的 他就是那一次之後 他就再也不敢在那個月經前 他又不是月經當中 他是月經前一天去按 他說真的也是 直腳底按摩 他沒有按肚子喔 但他說他也非常的大量 因為確實有一些穴道 在針灸或是按摩上面 他會加速子宮的收縮 所以你可能本來月經的血 本來是可能五天之內平均的排 他很集中在第一天跟第二天 就大量的排出 然後一些人就比較會嚇到 所以要留意一下 所以經期跟懷孕期 其實按摩都要很留意對不對 對 尤其懷孕很多穴道 就講說子宮收縮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 好 那陳醫師 如果說很多女性朋友 在經期來那個腰部痠痛 腹部不舒服這樣 那怎麼辦呢 標準答案是 第二個是 平常就吃 還有它是B群 這是標準答案 第三個其實是運動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那我做運動 可是我常常跟病人講 你平常都沒在運動 這時候叫你運動 所以其實在 大家如果回去 找你以前的教科書 最經典的其實就是曲胸 你就是把腳往上 叫Flexion 這種彎曲的動作 其實會緩解 但是現在最流行的 所有的疼痛的改善 我們叫伸展運動 包含背部 大腿 腹部肌肉的整個伸展 其實瑜伽 就是一個很好的 包含 甚至現在 皮拉提斯 也很好 但很多女生寧願吃 皮拉米酥 也不要做 所以我還是鼓勵 平常就做 因為大家不要到那一天 才想要來救這個救火 是有點可惜 那如果急救的話 就我跟妳講 局部的熱膚跟彎曲的動作 其實是最適合改善的 所以熱膚 我可以同時輕輕的按摩它嗎 還是都不要 其實可以 大家小看了 你按摩要按到子宮 我跟你講很難 子宮握正常大小是還蠻難的 對啊 要很用力才按得到 除非是生完產 那般正常的子宮 你用力按 你如果壓到真的有一顆 通常是彷徨太脏 不會是 會以熱膚來講 我以前聽說說 好像用老薑去煮水來熱膚 是效果更好嗎 還是 其實我們講說 薑是暖子宮的啦 就是說像老薑的水 你說用來熱膚腹部的話 那你當然要接觸得到皮膚 有吸收進去 它才會有功效 精疲吸收 假如你只是說煮水 然後放個什麼暖水袋 那個效果跟熱水其實差不多 就一樣 那或者是可以按什麼樣的穴道嗎 會覺得說 比較能夠舒緩筋痛 有一個穴道叫做內挺穴 它就是在我們的 那個第二指跟第三個腳趾的 腳趾縫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可以一個指月經痛 不管是用針灸的方式 或者是用按摩的方式 就在按這個地方 要按到會痠痛嗎 對 它稍微會有一點點痠痠 就腳趾縫的這個地方 這經期來的時候 會特別痠痛明顯 這個地方還好 通常月經來 比較容易痠痛的地方 是這裡 三陰膠穴 就是我們的腳踝 上面四個指頭 然後那個 那個頸骨 就是那個小腿骨的後圓這個地方 有一個三陰膠穴 但有些女孩子 如果月經不順 有時候是這個三陰膠穴 或是這條皮筋 整個都會有痠痛的感覺 那你可以輕輕地按壓 我們這個三陰膠穴 讓它有一點痠痠的感覺 那如果你排血不順 就是覺得好像有點出不來 出不來那種感覺 其實按這個穴道 它會有方式 也可以 對 然後又不會造成負面的 對 它就輕輕按壓 不要太大力 就可以了 好 這兩個穴道朋友各位 那陳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生理期來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 還要注意的事情 其實剛剛提的那五項 都是還滿重要 大家容易發生的問題 但是我在提醒大家 三件事情 大家現在人很容易發生 熬夜 大家知道熬夜通常坐著不太動 我們剛剛提到熬夜 它們鼻翼會消耗 其實很多的不舒服會加深 酒站 大家了解 酒站比酒坐還危險 因為酒站 其實它的血液循環更差 容易站在一個地方 第三個是過度運動 因為很多人是平常不運動 想說這時候 利用這個時候來緩解 其實不會比較好 它反而會產生 其他的肌肉痠痛 會更不舒服 那怎麼樣原則 可以讓它更舒服一點 其實就像我前面講 就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不要 learn your heart 就可以了 這兩句是重點 是重點啦 所以呢 很多人在驚奇不舒服的時候 很多人說 只有把它歸咎於 我的體質真不好 但是有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它可以讓你證視一下 我到底平時的生活作息 飲食狀況 我到底有什麼環節出了問題 好好調整一下 對 調整完之後 祝福所有的美少女 都能每一個月損損損損 謝謝 謝謝